你绝对没有见过如此可怜的女人 她不仅白天要忙于工作 晚上还要去不正经的夜店卖身养家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源自于自己不幸福的原生家庭 我们故事的男主人公俊熙 曾经是采石厂的组长 但最近却一直在家无所事事 甚至为了忘记一些不好的事情 每天买醉到深夜 这天 俊熙独自一人来到网吧上网 却被旁边的黄毛叫住 听到黄毛想借用打火机后 俊熙大方地把打火机扔给了她 然后起身又买了一个 黄毛瞬间觉得俊熙是个很不错的男人 于是结束上网之后 热情地邀约俊熙一起吃饭 盛情难却之下 俊熙只好一同前往 但她没想到 自己跟黄毛不过是一面之缘 这家伙竟然把她带到了家里 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黄毛的家 那就是家徒四壁 就在俊熙觉得很难为情时 黄毛的姐姐千惠走了出来 千惠虽然出身贫寒 长相却十分地清纯美丽 走出来时 她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裳 却不知 俊熙已经对她一见钟情 这一顿饭的时间 俊熙已经将黄毛家的情况了解了个大概 原来 千惠的父亲因中风而残疾 弟弟少年时和别人发生争执 将人捅伤后进了监狱 家里花光了积蓄才将她假释出来 为了照顾父亲 母亲无法外出工作 全家上下都指着千惠挣钱养家 俊熙很心疼千惠 当天她就表现出了对千惠的特别 吃完饭后 甚至还约千惠一起去海边游泳 谈话之间 千惠也对这个男人有了一丝好感 但他们都没想到 第二次的见面 竟然会尴尬到了极点 这天 俊熙再次做了噩梦 她来到一个不正经的小店买醉时 意外发现了在这里卖身的千惠 二人四目相对 彼此眼中的尴尬明言可见 喝多了的俊熙 开始嘲讽千惠的职业 直到千惠狠狠地给了她两个大嘴巴子 俊熙才清醒了过来 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女人 每天要担起养全家人的担子 除了能走这一步 千惠根本没有第二选择 下班后的千惠 上了一个老男人的车 老男人名叫大山 是千惠的一个老主顾 大山的控制欲很强 虽然他只是众多客人之一 但却主动为千惠的弟弟提供了工作 所以 和千惠也算是一种包养关系 不过今天千惠并没有兴致 直接让大山送自己回了家 第二天 酒醒之后的俊熙 来到千惠的家里向他认错 俊熙诚恳的态度 打动了千惠 两个人再次一起来到海边游泳 柔软的沙滩 闲湿的海风 两个人之间的误会很快烟消云散 兴奋之下 俊熙直接一猛子扎进了海水里 随后 千惠也缓缓下了水 两个人在大海的拥抱中 肆意地享受自由 这一次 他们突破了道德伦理的束缚 在海水的遮掩下 完成一场刺激销魂的二人游戏 却不知 所有的一切 都被开车在岸上的老王亲眼目睹 这到底是多么令人窒息的一家人 躺在床上中风天摊的父亲 命都快没了还想着那档子事 母亲不在家时 甚至会让女儿为他帮忙释放 生活在这样家庭的千惠 不是没有想过逃离 可他做不到 他无法放弃生活在困难中的家人 所以只能默默地撑起一切 俊熙很心疼千惠的遭遇 两颗孤独的心慢慢靠近之后 千惠决定 和大山彻底决裂 而此时的大山 也正在气头上 他愤怒地将所有东西扔向千惠 千惠却冷漠地告诉他 以后我再也不会接你的电话 与此同时 采石厂的老板 再次找到了俊熙 他希望俊熙能够再次回到采石厂工作 可俊熙却再一次拒绝了 随后在和老板一起吃饭时 俊熙的神情也格外地落寞 但一直跟在左右的黄毛 却惦记上这份工作 他不停地请求俊熙 能够带自己去采石厂挣钱 这样 姐姐就可以轻松一点 可他下一秒 就直接被俊熙给扔了出去 黄毛当然不知道 俊熙之所以变成一个酒萌子 就是源于采石厂发生的一场意外 原来 俊熙在参与一笔爆破时 因为时间的偏差 导致同事被石块压在了山下 亲眼看着朝夕相处的同事 死在自己的眼前 俊熙瞬间被吓猛了 从此他开始陷入了无尽的内疚 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他不想再回到采石厂 但现在 只有钱才能拯救苦难的千惠 第二天 再次做了噩梦的俊熙 浑身冷汗地打电话 让千惠来陪自己 可千惠刚到地方不久 就表示自己要去上班 俊熙态度强硬地质问千惠 能不能不再去那种地方卖身 听到这个问题 千惠一时有些可笑 不上班谁能养自己呢 不上班自己这一家人又该怎么办呢 俊熙被千惠的回答 噎得哑口无言 是啊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为千惠承担的能力 当天晚上 俊熙再一次来到那家不正经的小店 在和千惠一番沟通后 千惠也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是被逼到了绝境 哪个女孩愿意走上这样的一条路呢 听到千惠的回答之后 俊熙独自在海边做了一夜 一夜的思考后 他做出了一个坚定的选择 那就是回彩市场上班 顺便也答应了黄毛的请求 因为只有这样 千惠才能彻底地脱离夜店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第二天一起吃饭时 黄毛弟弟一直很兴奋 因为他终于可以跟着俊熙去挣大钱了 千惠也同意离开夜店 再也不去做卖身这种工作 看起来 一切都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天晚上 在千惠家休息的俊熙 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动静 他下意识地起身查看 却从门缝中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千惠正在用手 帮自己的父亲解决问题 这个画面让俊熙无法接受 他慌忙跑了出去 千惠却主动追了上来 原来 他的父亲不仅是个瘫痪 而且是个严重的性欲狂患者 母亲不在家时 千惠也只能用这种方式 为父亲减轻痛苦 听到千惠的解释 俊熙瞬间扭转的想法 刚才的恶心和质疑全都消失不见 现在 他只觉得千惠的生活 更加让人心疼 那女孩的遭遇也太让人心疼了 他不仅靠卖自己身体的钱 来养活全家 还要时不时的 帮助患有性欲狂的父亲 解决生理问题 一般情况下 这样苦难的女孩 都会有一个贵人相助 虽然俊熙算不上有钱 但也是真心喜欢千惠的 他已经决定 带着黄毛一起去采市场 千惠也下定决心辞职 可他的老主顾大山 却一直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千惠 这天 他不顾千惠的反抗 静止将千惠拉上了车 一番言语威胁后 直接把王强上宫 这个早就有家庭的老男人 一直将千惠视为自己的玩物 现在千惠想要逃离 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他将千惠玷污之后 又打得鼻青脸肿 被大山从车上扔下来之后 千惠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 他的生活太苦了 苦到看不到幸福的方向 晚上回到家之后 黄毛第一时间看到了 姐姐脸上的伤 当他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时 千惠为了不让弟弟担心 并没有说出实情 虽然千惠没有给出回答 但黄毛还是猜测出了原委 年轻气盛了他 怒气冲冲地找到了 正在喝酒玩乐的大山 大山像往常一样 准备拿钱来摆平一切 可这一次 黄毛却并没有妥协 他愤怒地将大山一顿暴打 直到旁边的人将他拉开 他才发现 被打得浑身是血的大山 已经停止了呼吸 黄毛知道 自己闯祸了 另一边的家里人得知此事之后 心情也是相当的复杂 千惠更是觉得天斗塔了 可不管是警方还是家里人 都没有找到黄毛的踪迹 最终 还是俊熙在家门口发现了黄毛 此时的黄毛痛哭流涕 他只是想像的男子汉一样 为姐姐出口气 他只是想让姐姐 逃离大山的控制 却不成想搭上了自己的一生 俊熙知道 虽然黄毛看起来并不靠谱 但内心里却十分的善良 连生家庭带来的不幸 让黄毛想要更快地长大变强 看这个残酷的世界 并不是你努力就会变得幸运 最后 俊熙将黄毛送到了警局门口 这是黄毛唯一的赎罪机会了 俊熙来到千惠家时 看到千惠的母亲独自坐在外边 房间里则是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里面的千惠 狠狠掐住父亲的脖子 脸上更是带着同归于尽的表情 看到这一幕的俊熙 快速拉开了千惠 这个家对于千惠来说已经是个累赘 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 千惠也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影片最后 千惠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 面对也摆脱不了的原生家庭 他已经丧失了活着的希望 可就在这时 千惠顺着光的方向 看到了俊熙的身影 他或许不够魁梧 但也是千惠生命里的救赎 整部影片 可以说是非常的压抑 是那种想哭都哭不出来的无奈 可怜的千惠 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只想让家人得到幸福的生活 可最终却依旧不能如愿 所以 有时候并不是那些苦难的人不努力 而是他们本就生在最底层 就算使徒浑身解数 也只能勉强虎口度日而已啊 我是女汉子 竹叶还有更多好看的宝藏 咱们下期见